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关产品的出口为全球应对通胀 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希望欧方不要一边唱着应对气候变化的高调 一边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保护主义解决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保护主义保护的是落后 失去的是未来 造成的是多数 我们敦促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 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具体问题呢 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方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我们反对并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活动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 中国维护主权信用的决心和能力也不会改变 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在海上采取的维权执法措施 旨在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是正当合法 无可非议的 近期南海局势升温和美方的插手介入脱不了干系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南海和平稳定 就应当停止怂恿拱火 拉帮结派 挑动对抗 首先我想说的是南海的航行自由完全不存在问题 在中国和东盟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的和平稳定基本的保持了和平稳定的态势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域外国家 在南海不断地拼凑小圈子 以合作为名搞对抗 以和平为名秀肌肉 以秩序为名制造乱局 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霸权行径 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都不会影响 中国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